《苗栗》 苗栗這個地方 這幾年 我相信各位也應該開始感受到 苗栗也是開始在轉變 換句話說 臺灣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到另外一個階段 我們的產業型態也一直在改變 我們現在已經執政將近快要三年了 其實很多過去辛苦的累積的這些東西 已經開始出現它的成效 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開始了很多的改革 經濟也把經濟都聚焦在有未來性的產業 也希望這些有未來性的產業可以跟世界接軌 因為中美貿易談判的結果 其實很多產業開始從中國撤出來 這個產業不一定是台商 也很多外商 所以不論是台商或外商 他測出來以後 他選一個替代的點 他其實常常都選的是臺灣 為什麼是臺灣 第一 臺灣的基礎建設是不錯的 第二 臺灣的人才很好 第三 臺灣的法制結構是很健全的 雖然有一些法規上的障礙還要持續地去清除 但基本上臺灣是一個法制的體系 其實是健全的 尤其是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這也是最好的 第五 大家都知道臺灣是一個相對 甚至於是一個很安全的生產基地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臺灣的政府有這個決心 要把臺灣的產業帶到下一個世代 很多外商要來決定要不要到臺灣來投資 他要聽到總統親口講說 我們對產業的發展有決心 而且會應用所有的努力 幫投資者排除他們的障礙 股市上萬點的就是我們現在這段時間 我們的失業率現在是最低的時候 我們也用盡了我們所有的方法 讓企業可以加薪 讓基本工資可以抬高 讓我們一般的薪資開始的薪資起點 能夠維持在一定以上 所以我們盡最大的力量 要把薪資的起點把它拉往上 讓經濟發展的成果 能夠有一定的程度反映在薪資 尤其是剛開始工作的人這些薪資 很多改革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能源轉型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這個國家能夠快速的走到 再生能源在這裡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能源來源 我們希望2025年有20%是來自再生能源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心力 希望路上的風靡發電 跟路上的太陽光電 都能夠很快的能夠做起來 我們的企業如果要永續 要有競爭力的話 都必須要面對將來有一部分的用電 必須是再生能源 那國家就必須要提供它足夠的再生能源 所以再生能源這部分 這條路走得很艱辛 但是也是我們必須要走下去 這個對整個國家是好 所以我很期待 我們這個政府可以整整的坐滿8年 讓我們現在做 做的事能夠完全展現出來它的成效 如果我們有完全的8年來做的話 台灣一定脫胎換骨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台灣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